韩国及朝鲜人权运动家金永焕 在被中共当局强行监禁的114天中 曾遭到中国公安电刑拷问的事实 已经公开并世人震惊 韩国政府敦促中共当局对此严加追究 进行彻底调查 并表示中共这种滥尸刑罚的行为 很可能会引起韩中间的外交摩擦 请看本台来自首尔的报道 金永焕一直在中国从事脱背者的救援活动 今年三月末 他被中共公安拘捕并监禁达114天 7月20日 历经曲折后 他终于回到了韩国 但是金永焕在历经九死一生后披露 自己在中国被监禁期间 曾遭到中国公安的电刑拷问和拷打 这是韩国社会舆论哗然 7月25日 金永焕举行记者招待会 披露了遭受酷刑的事实 并表示 自己在中国并没有进行抵对活动 却受到这样残酷的对待 对此感到无法理解 金永焕还称 中共当局曾强调要想获得释放 回到韩国后不许泄露遭受酷刑的事实 韩国市民团体得知这一消息后 在驻韩中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 敦促中共当局就金永焕遭受酷刑一事 进行道歉 并停止强行遣返脱背者 虽然韩国外交部要求 中共当局调查事实真相 但是中共当局一再坚诚 没有那样的事 由于韩国舆论的谴责声不断 韩国外交部敦促中共当局 重新进行严调查 新当记者朴又英 韩国首尔报道